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我们做出来了 你做出来那个 我现在做我的那个 我那个比较简单 因为我比较笨 所以做的是很简单的 推理系统出来 看看那个人是高还是矮的 根据这个推理机器里面 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是怎么样的 奇怪 为什么都是这样 OK 好了 现在开始推理了 刚才我们有些误入型写好了 你可以看到 找到一个男生是高的 他的重量是高 男生是矮的 他的重量是轻 男生是重点身材 重量是重点身材 我看看这个人 假如Eric这个人 他有75吋 然后呢 我们看看怎么推理出来 根据这三个 rule 怎么推理出来 他是重有多重 我们不是要 现在我们要求就高一点了 不是说他是重点身材 他是重点重量 不是 我要求他几磅 他出来了几公斤 可以 可不可以 试试看 你刚才写了 rule 他已经可以有答案了 你看看 假如Eric 他是75吋 他碰到第一个的 分析是什么 重量身材 他是0.4 0.3 属于高 OK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他重量大概应该是0.3 重量 你先要搞懂这个关系 这个是最关键的地方 假如他是0.3属于高的 那条 rule 这个 rule 第一条 rule发现了 触动的这个 rule 触动了 rule可能触动很多个 现在我们触动的一个 rule 这个人75吋 75吋 他碰到的第一个分析 第一个turn set就是高 他属于0.3高 所以第一条 rule 产生出来的结果 他是0.3重 有没有问题 这个 OK 你先被我问为什么 你把它挤下来 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说的 我说的 他0.3高 他就0.3重 OK 然后呢 我说这个 这个0.3重 代表什么呢 他代表 级公斤 代表级磅 你说 0.3高 他0.3重 代表什么 有没有人可以猜到这个东西 第一条 rule发现了 他是这个男生0.3高 属于0.3高 然后推论出来 他是0.3重 重这个 重是这个地方 上面所有都是他的答案 从这里90公斤到130公斤 都是他的答案 现在还没有答案 我知道他答案的区域在哪里 大概0.3 0.3以上这个区域 都是他的答案 这个人就是说 结果还没出来 只知道 从90公斤到130公斤 都是这个可能的人的答案 当然是人 不是可能是人 这个人的答案 就是从90公斤到130公斤 其他都不是他的答案 可以看到白色的空间 位置都不是他的答案 我们第一条 rule fire OK 还有没有其他 rule fire的 看得出来吗 另外一条 rule fire 这个 是不是 哪一条 rule fire 第二还是第三 第三 很好 然后结果呢 他是0.6 0.6 是不是 第二条 rule 第三条 rule fire 没有问题了吧 然后呢 然后呢 上面的答案就多了 上面全部都是他的答案 中年生才的答案 所有他都是他的答案 然后我问你 这个区域很大 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重量 这个人 你猜 你猜 你用自己的观念去猜就可以了 不需要 收学 你自己看 用眼睛去看 大概在哪里 大概在哪里 这个区域比较大 然后呢 然后呢 他重量比较重 在这里都是他的答案 然后呢 这个区域呢 也是他的答案 所以应该他是比中等生才的重 是不是 从我们的感觉就知道了 很多东西呢 不需要收学 你这种感觉就知道 他应该是在这里 往这边偏一点 就是他的重量 是不是 有没有问题 他这样的区域比较多 中等生才的这样的区域比较多 然后呢 很重的区域呢 也不这么多 然后呢 平衡来说 应该他的答案大概在这里 你先有这个概念 等一下我告诉你 怎么做aggregation 我们叫aggregation 算出这个位置在哪里 OK 有这个感觉没有 有就可以了 继续 其实在模糊逻辑里面呢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aggregation的方法 始终呢 现在我主力两个 这两个呢 就是说 找到两个区域的话 我们呢 就找他两个叠扎出来 最大的那个地方 就是这里 其中一个方法 我们叫aggregation 两个叠扎起来 最大的 推出来的那个地方 就是他 这个是其中一个答案 一个方法 另外一种呢 两个叠扎起来 最中的地方 最中的地方 应该大概就是这里了 我看应该大概就是这里的位置 两个叠扎起来 上面那个呢 就是最大的地方maximum 拿出来 所以maximum 就是最高点 就是这里 maximum 最高点就是这里 这个呢 就不一样了 要叠扎起来 所以重复的地方呢 会叠扎 这个呢 我们叫sum 有另外一种方法 不过比较流行的一种方法呢 就也是比较简单 所以有一点修学的 就是拿着两个位置的中心 这个位置的中心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位置的中心在这里 这个位置的中心在这里 OK 两个做一个平均值 大概在这里 OK 用那个 你counting一块木板 一块木 两块木板 然后呢 每一块木板都有自己的中心嘛 中心的位置大概在这里 然后这个中心的位置 就在这里 两个拉一个平均值 就会在这里 搜索方法就是这里 你自己看 其实也不需要很高线的搜索 什么位置分子 不需要 你只要面积扎起来就可以了 面积扎起来的重量就是1 然后这个位置的中心正在这里 然后两个中心一拉就出来了 就是大家的位置你可以出来就是这里了 OK 这个比较常用的方法 因为速度比较快 OK 现在呢 我们回来刚才的地方 0.3重 0.3高度 然后它的重量是0.311重的 所以它全部答案在这里 它中心大概就是这里 这个人呢 我们可以算出来了 跟着我们都推理这个乌 然后我们算出 它的重量大概就是公知 很忽视吧 很保护吧 其实这个公知用上很多 每个方用搜索表达的东西很好用 因为呢 搜索表达一个模型的话 很复杂 你解决不了 我们用人的那个 那个 那个逻辑人的知识去做出来 那个模糊 东西呢 大概可以推理出 从它的高度可以知道它的重量 你可以看到 从原来75寸 到那个90公斤的结果 都是我们搜索去的乌做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模糊专家系统 听起来很什么 很难懂的话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懂了吧 OK 后面有些意义 可是你弄懂这个东西真的不难 我们采用到多少 一个小时10分钟吧 我没说错吧 一个小时10分钟 你们搞懂 搞懂什么 模糊专家系统 很好听的 那个名字 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继续去做 你们自己做了 这一次 还有跟 刚才我做的那个 说 if man is tall then 他的重量就是重 只有一个 没有说and 你们刚才是and 一个男生 跟一个女生结婚以后 他的小孩and 是不是 一个男生高 那个女生高and 是and的过程 假如我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说 一般社会 假如一个人 遭遇水平很高 然后他 很有工作经验 他的身份是很高 我们怎么去做 我说 遭遇水平高 跟 工作经验高 都高 的话 他的身份就高了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很难你很难懂 我知道 假如一个男生 你们大陆有一个很常有的三个字 我在当港 最近才懂什么叫高富税吧 好了 我们用这种比较平民化的东西去讲解一下 高富税 拿起来and 还是我 这个男生是高 and 富有 还有衰 这个是and 然后推理出来他的女朋友应该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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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懂你说什么 漂亮了 ok 这个是 假如这个男生高and 富and 税 假如他是0.8高 他0.1 有钱 他 0.1 税 这个女朋友是怎么样 你的女朋友是什么 and 所以他女朋友应该是很吵的 哈哈哈 对不对 他只高而已吧 对不对 其他都没有 所以他这个女朋友是很吵的 0.1 漂亮 倒过来 这样的话就好一点了 对不对 又高又富又衰 所以他女朋友应该是这样了 没错 所以说and的话 我们是找什么 找小的那一个 找如果他不富有的话 你怎么睡都没用 这个很真实的 这个很真实的 我看我们大部分这边男生都是很睡的 富有不富有我不知道 可能都在这边就很惨了 所以and就是这个样 我就不一样了 我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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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来个 我说怎么样 我说就随便一个都行 就是说 一个女生高 我又找到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我说睡也可以 不怎么有钱都没问题 不过在中国这个不行的 我知道 哈哈哈 所以我听太多了 我们在珠海的同事 我们有270个同事 女生的不多 大概 两成吧 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女生有兴趣的参照 我们男生都很进去 啊 睡啊 应该是没问题 我们珠海的男生睡应该是在这里吧 哈哈 富有的话很难说 啊 啊 在叼你们工作呢 也不会差 0.5应该有 高呢 哈哈 哈哈 高 0.7吧 OK啦 啊 希望是我啊的话 我啊的话 你们进来也不错了 啊 男生女生你多进来吧 我们希望这样 N的话就很难了 什么有高有富有水彩 有个漂亮女朋友 真的很惨 还有他们还有说 我刚开始的时候 听他们说 那个女生呢 找男朋友呢 说有没有车 有没有楼 才去见面的 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 香港的女生 虽然她心里面这么少 就不会说出来 哈哈哈哈 大陆呢 就奇怪 都说出来的 说 问完以后 才见面的 我听说有些这种 先生 我不少都真是假的 你们 你们知道吧 哈哈哈哈 所以 N 你就知道了 N的话 就找 N就小的那个 知道 N就小的那个 N就小的那个 我的话就大的那个 OK OK Lock那个不长了 那个也不难 你自己看一看书就懂了 好了 第三个实验 刚才你不是有 已经做好那个 Fudging room吗 现在呢 我就问你一些问题 说 假如 Eric本身是180 高度 他的老婆是120 他那个小孩子多高 用刚才的方法 去做出来 做这个时候 怎么样 我做一次给你看 我怕你不懂 180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问题 OK 碰到两个room 是不是 第一个 高 高是多少 然后呢 就带进你的屋里面 你的屋里面呢 他说 Eric是0.7 高 他老婆呢 120 你会碰到多少 碰到呢 他老婆是0.2 高 是不是 因为他老婆比较矮 120时候 也不算矮吧 120 然后呢 0.2 高 所以我搞错了 OK 随便了 反正我的屋里是乱定的 然后呢 是哪哪一个 哪小的 还是哪大的 高负税 高负税 N的话就是高负税 小一个都不行 是哪小的 OK 然后呢 他小孩的高度 应该就是高 因为这个rules 是这样说的 if man is tall and wife is tall then children is tall 这个rules 你有了 你刚才已经写了 他能够产生拖这个地方 只能够0.2 因为这个老婆其实也不高 OK 这个产生出来了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rules file 因为他同时180 他碰到两个rules 一个是高 一个是中等身材 所以另外一条rules file 会出发出来 大概0.3的 中等身材 所以这个0.3的中等身材 然后老婆呢 因为他是属于中等身材 很属于中等身材 0.8 OK 所以他拿小的那一个 孩子高负税 小一个都不行 所以n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0.3 就拿0.3 然后呢 OK 然后呢 再用你自己楼带的算 算一算 随便算就可以了 大概位置你猜一下 不用收水了 这个背方 大概位置在这里 然后呢 算出他是110cm 他小孩就是110cm OK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现在要问了 这个是整个 法师网络里面 最难的地方 可以说 OK 大家问了 可以 我听不到你说什么 为什么是用男的0.3 而不是用女的0.8 n 高负税小一个都不行 所以用and and 就是说拿小一个 也不 就是说小一个东西都不行 所以拿小了一个 推理之次就是这样 假如是and的话 拿小了一个 你小一个东西都不行 我说的就不一样了 我说的就拿大了 OK 有没有问题 and 就是那时候的 OK 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 我现在有多少时间 你 这个四个题目 几十五分钟 你 把它算出来 这个你搞懂 以后 基本上fussi logic就玩了 然后我们在fussi self learning 那个地方了 我给你一个动画去看 你们就 在十五分钟里面 就可以不停的 了解那个东西 OK 你不懂的 你看那个图 它不停重复的 照你怎么做 你们自己慢慢看 做了一条的主手 做了第二条的 有没有做过 做到了 Andy那个有没有做出来 Andy多交 Andy跟他老婆的小孩多交 有没有人做出来 一美一五 一美一五 有没有其他人 大概这个位置 Andy那个小孩 第二条 Andy Andy一六零嘛 他老婆一五零 他算出来 那个是一美一五 是不是 一美一一五 也是蛮合理的 那个答案 你们呢 你们有没有算出来 没算出来啊 第一条都算不出来 OK 有没有人做了两条的 两条的有没有 两条的有没有 一条你做了 两条有没有做到 对很好 不错 这个都是重复的这些动作 你做了一条 基本上第二条没有问题 问题是做不了第一条 自己做 有问题就问 跟旁边的讨论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了 继续了 因为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你搞懂的话 基本上就是 发射 模糊 专家系统就是这样做出来 因为很多模糊专家系统 都是人的专家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都是说模糊专家 都是说模糊专家 电饭煲 你们家里有电饭煲 一般想出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模糊 他有个名称 很漂亮的就是什么 什么诗 坏丝逻辑 他们用快思逻辑 就是伏思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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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控制那个电压 热啊 等等 就用那个伏思逻辑 那个书写下去 就是 煮饭的人 那个书写下去 然后控制这个电压 等等的 就不需要用方便来去做了 用这个书就可以搞定了 OK 这样的话我就继续了 OK 整个伏思逻辑有指块 你们大家应该知道 第一个事情 先来 伏思 input 伏思法 就是说 他思逻辑窗 最后你变成 那个伏思逻辑里面 领顶指什么 领顶指什么 就叫做伏思 伏fication 我们叫伏思逻辑 然后apply 那个伏思逻辑 operation 等等 然后就产生一个 结果 然后伏思逻辑过 以后 就把它 aggregate 做中心点 然后defexify 做出那个答案 实际的答案 就是说 从75寸进来 它自公进出来 我们就从这个flexi logic里面 可以做出来 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般搜索里面的投影 搜索投影 就是说 这个function 这个函数进来以后 这个函数进来以后 这个是75寸 然后出来 就多少kg 这个重量 这是一个投影过程 问题这个投影过程不是一个formular 不是一个formular 是一些你做出来的rule 然后产生一个投影过程 所以一般formular可能做不出来的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flexi rule 把这个投影过程做出来 这个function x本身不需要搜索就表达了 这个情况 ok 好了 这种东西 ok 这样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模糊逻辑 也可以模糊争扎系统 我们都懂了 应用方面怎么样 你们自己去看 这个诗教上面有什么应用 可以利用到这个东西 也是你们将来 出来工作也好 做研究也好 可以利用这个工具 去解决一些问题 ok 好了 那些误误还是我自己写的 那些误误 从那个data里面 写出一些关系出来 今天我整天讲的是predictive monitor 估计 估计就是什么样 我要把这个route写出来 我自己产生那个route 我不需要用人去写 那个route 刚才我们整个写的是人的genital knowledge 写那个route 现在我希望 这些从sample里面 学那个route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是自己组组 用man and Mandel的algorithm 发展出来的 我们就学出来的东西 叫什么呢 叫FAM Facy Associated Memory 这个东西 学完以后 那个route就会出来 然后利用那个route 我们就可以推理 三个小时发生什么事 要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先要决定一些东西 定义的东西 定义的东西也不难 基本上边就是input 你要决定input是什么 input有几个 input可能两个 input是两个 output是一个 input和output都是要fuscify 要fuscitate定义 然后都是单数的 单数的 这个是中间 我们通常会定义 这个是中间 这个是大1大2 b1 b2 然后呢 中间左边呢 小1小2 small1 small2 我们一般是这样分割的 分割多少 看你的应用是什么分割 先要分割input 分割成 这个分割成五块 这个input也是五块 然后output三块 刚才我们男生女生小孩 也是三个 两个input 男跟女 output是小孩的高度 两个input一个output 这边也是两个input一个output 然后呢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高矮那个东西也没有需要了 我们只叫它中间小1小2 大1大2 ok 这个中间小2小2 大1大2 b1 b2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是第一层 你们要认识的东西 这个没问题了吧 有一个example 就如果我要设计 一个G次产生的 好像是x1加x2等于y 这个formula 当然我们不是记得formula 它 有些number 里面 都是好像e加3等于4 我就记得e34 看看 能不能学到它后面的背后就是x1加x2等于y 这个概念 ok 当然我们不会把formula产生出来 只是可以知道 找我2加2跟2放进去 它会估计大概是4 这种 ok 有一个exercise 这个exercise很简单 我要学习这个东西 以x1加x2等于y 之所以input有两个 x1跟x2 ok 这个range都是0到10 然后number of region有5个 之所以x1你就画成这个样子 ok 然后x1就画成这个样子 output就0到30 ok 你做这个 我给你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自己写5个 s2 s1 ce 中间 b1 b2 这样 你画这4个图出来 5分钟你已经画出来了 应该没问题吧 ok